哈哈哈哈 屈尾书记接待 前总统马英九到重庆第二天 上午到张志忠烈士 临远即败 你们这一走 九成岛民族水 对我留下 可能成为百千夫说自导 叛见 张志忠是二战时期 阵亡最高级别的国军将领 高难言解说 马前总统几度眼眶泛喉 前往目前默哀 一度拿出手霸擦室 至上鲜花之后 还不忘再度回到墓前 一举功 敬忠报国 周恩来举功 未托天区 秉称赞举功 始终 率领大家神神三举功 前见张志忠的抗战史 让马英九心有齐齐焉 就连要离开 场外还有不少人 等候想见马英九一面 见到坐车还连忙挥手 而前一晚 让马英九备受感动的 还有这个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同框马英九拍下这张合照 手上拿的是前总统 马英九父母过去在重庆的老照片 以及投书 让马英九直呼很感动 直言两岸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能 还提到过去父亲马赫林 从军远英 父亲还在1944年响应蒋介石委员长 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 从军报夥 重提当年听的抗战故事 也将参访前一天临时取消的抗战遗址博物馆 马英九此行 一路上不停抛出两岸历史连结 已经不是他尽相情缺而已 还试图为国民党两岸论述锚 和主流民意落差很大 留给拼大选的朱立伦和侯友宜等员 更多难听 三连续黄欣诚 任国人台北报道